第一届花林县太平洋杯全国建美节 上周末赶在台风前夕 在新天堂乐园举办 而全国200多名的选手齐聚展现丽与美 甚至有年过半百的选手残赛 而活动当中除了是邀请职业级的选手 示范古典形体 也邀请艺人梁文英精彩的歌舞表演 带来结合了原民文化和观光元素的体育盛宴 16个县市超过200位 有着肌肉丽与美线条的男女选手 在花莲新天堂乐园齐聚 花莲县首届太平洋杯全国建美节2日举行 赶在海葵台风前来袭 场内朝气让活动无畏风雨 除了邀请职业级选手示范古典形体 也邀请艺人梁文英带来精彩歌舞表演 为活动热闹开幕 今天总共有来自16个县市285位的选手 一起来参与健身健美的比赛 那我想健身健美的比赛 不仅是身体要美之外 还要美得健康美得漂亮 所以我想今天的比赛一定非常的精彩 那今天非常开心 有来自全国16个县市的好伙伴们 好朋友们一起来到花莲 因为健美活动是在台湾顺畅一个新兴的活动 而且人口慢慢的再增加 那花莲县提供以及县政府也非常乐意的办理 属于大家喜爱的比较扬野的活动 那我有跟校长主委有跟他讨论说 因为女孩子穿比基尼 有的女孩子她有的身材不错 但是她可能不敢表现 我们希望在往后的班尼克推荡组 可能穿着方面就由韦魏他们自己去来挑选 让更多喜爱健美健身运动的朋友 能够来在这个舞台 来展现她优美的线条 然后在这边我也想要透过这一次比赛 像我们花莲县长还有提供理事长王景德 还有我们全国健美协会的秘书长老天 我想要极力争取我们健美国际邀请赛 伴在花莲可以带动花莲的观光 还有 感谢感谢 我想要极力争取就是 国际邀请赛伴在花莲 可以带动花莲的观光 还有扬秘国际 此次赛事吸引全台好手 不仅有46岁以上不分级的选手报名参赛 还有真摄非二元性别型体主 而花莲选手也搅出亮眼成绩 尤其女子新秀比基尼163减和163加 花莲都拿下第一名好成绩 显见花莲健身运动的推广风气 主委肖江中原表示 未来将积极争取国际健美邀请赛在花莲 让更多选手透过交流提升经验 为花莲健美运动界再跨一步 带动花莲观光 也开启国际舞台能见度 记得蒋方燕姐安相报导